包整跟随着太监杨忠来到了玉成功的宫门之外 这玉成功的宫门上边悬挂了一块匾 黑地金字三个大字玉成功 这宫门是背着的 红漆的宫门 上面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 宫门在外边挂着一挂大锁 这门是锁着的 杨忠走到这儿 上了几等台阶 伸手就掏着钥匙 他把这钥匙在手里边拿着 跟包公就讲 我跟你说呀 进这个宫门 没胆子的可不行 我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这里头 深今半夜你睡着觉 说不定就被一声鬼嚎给吓醒了 包整说 怎么嚎啊 怎么嚎 那声我学不上来 有的时候他就喊冤枉 冤枉 那声清脆 女声 我估摸着这里边是女鬼 啊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 半夜里 那院子里边有一壶水 可不是那水壶啊 是一壶水 一个大水池子 能摆垂 没有风 那水自个就在那咕噜 哗啦哗啦的直反浪 你说那怎么回事 包公说我不知道 还有的时候 半夜起风 风吹沙石 打得你窗户只哗了哗了直响 把我都给打醒了 那您还睡吗 我不管哪个呀 敢不打窗户了 我接着还睡啊 哦 还有的时候 深今半夜有人敲窗户 在那一敲窗户 我一睁眼睛 哎呦妈呀 在窗户指那月光下 映着一个女人的脑袋 劈头散发 哎呦 包公说那您出去看了吗 我敢出去嘛 我就在那闭着眼睛 心里面倒你 我说咱俩没冤没仇 你快走 你惹护我干嘛呀 哦 照此说来 这玉成功的的确确确 有鬼怪出现 哎 请了不少法师来呀 法师来了也不行啊 到这转一圈都吓跑了 有得炸着胆子在这睡一宿 第二天走人 哦 好吧 这杨太监把这番话说完了 这才把这钥匙 捅到那锁孔眼里边 咯嘣 大锁头开开 把这宫门一推 这宫门开开了 杨忠领着包公往里走 一进玉成功的这宫门 堵着宫门这儿 立着一块大石头 这块石头 形如采凤 就像一个展翅的凤凰一样 而且 那凤凰的两个翅儿 是红色的 杨忠领回头 我说包长啊 知道这石头叫什么石头吗 包公说不知道 这叫采凤石 这个石头纯天然的 你瞧这石头长得怪不怪 这凤凰俩翅膀 它就是红的 当中这样呢 是暗褐色的 这个石头 出自南方某个名山里头 不知是被哪位给发现了 告诉了皇上 当时就把这块石头 远方不动 车穿运载 送到了宫中 就放在这儿了 哎呀 这是天然造成啊 真是鬼斧神宫啊 包公说是啊 公公 咱们还往哪儿去 往哪儿去 这是玉成宫的宫门呢 这宫里你还没见着呢 跟我来 绕过采凤石 往里边一瞧 包公一看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白雪 什么白雪 这是春天 这是一片梨树 梨树开花了 就像一片白雪一样 杨忠一回身 我说包长啊 看见过这个场面吗 这是一片梨树 别看这一片梨树啊 这梨树可都不是一个品种 跟你说 这玉成宫当年的李娘娘 特喜欢梨树 老主爷 一听说李娘娘喜欢梨树 就全国各地 让人往这儿送梨树 好的品种都送到这儿来了 我告诉你 瞧这个梨树吗 这叫青梨 瞧这个吗 这叫紫梨 瞧这个 这叫白梨 你瞧那边那片吗 那叫窄叶梨 尤其这边 这杨忠一边走着 一边向包整诉说 走到这边之后 你瞧不 这叫金叶梨 瞧这梨树们 这叶子是金黄色的 那他不是枯了 他就是这色 这一片梨树 每逢这个季节 这一开花啊 这李娘娘就愿意到这梨树丛中 徜徉散步啊 李娘娘这个人哪 好人哪 心地善良 春节如雪 所以他就喜欢这样的梨树 喜欢这种开白花的东西 瞧那边吗 不是光丽树 那边还有梧桐树 这梧桐树 是尹凤凰来的树啊 那边这湖 这湖里边可以荡泉 这个湖它有个名字 叫圆池 因缘的圆 池水的池 当年老主皇上 跟李娘娘经常 在这湖上荡泉玩耍呀 跟您说呀 那边金华宫 那边也有个湖 跟这大小一样 他那叫恩海 这都是老主皇上给起的名 那恩海里边也能荡泉 那是西宫娘娘 刘娘娘在那边住 李娘娘是在这边住 当初我就是伺候李娘娘的 李娘娘那样的人呐 不多呀 哦 这李娘娘 哎李娘娘已经死了 所以就撇下这片玉尘宫啊 走往里走 杨忠领着包宫 还往里走 走来走去 就来到了这个玉尘宫里边的起居店 看见没有啊 这就是起居店 这个店呐 老主爷经常上这来 跟李娘娘在这里闲谈 恩师作画 扶琴答对 我呢就伺候在身旁 包长啊 你今天福分大了 皇上和娘娘在这恩师对对的地方 你也能够前来啊 啊 走吧 到里边瞧瞧 包公主 好吧 包长 跟着这杨忠 就走进了这个起居店 到这店里之后 一看 这里边陈设的东西 都是不知名的古玩 这里边陈设的这些个家具 都是稀有木材制作的 精雕细壳 见所未见 正当中 放着一块玉 这块玉是碧玉色 一个出水莲花 杨忠就说了 瞧见没有 这个玉 叫碧玉 有人说它是玉 有人说它是碎 而可贵就在玉和碎之间 可得这出水莲花 价值莲成啊 啊 在这桌子上一摆 这马上就显示出了 皇家的豪富高贵啊 瞧见这椅子吗 这椅子是香檀木的 檀木它就高贵 这个椅子就香檀 香檀木有一个特点 夏天坐在这 你手出了汗 拿手扶摸这个椅子 你摸来摸去 这椅子往外就散发一种香气 时间一长了 满屋子都有这种香檀木味 哦 包公说是是是是 正面这个座 这就是老祖皇爷坐的地方 到现在没人再敢往上座的 我们到这来啊 都得先下一季 我说包长啊 你也得跟我一块磕个头 就算是对老祖皇爷的一份尊敬 好吧 包公跟着杨忠一块坐在地下 冲那空椅子 磕一头 杨忠又站起来 看见旁边的屋 旁边的屋 这就是娘娘 书房 娘娘呆在这书房啊 那里边还盛着很多书籍 到现在都没动 李娘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至于说他都经常看什么书 这当奴才的我们都不知道了 瞧右边那屋 右边那屋就是娘娘的寝宫 娘娘在那住 对过啊 就是娘娘的琴室 我说包长啊 我领着你上对过 看看娘娘的琴室怎么样 哦 琴室 对啊 娘娘会弹琴啊 那屋子里边 有一架琴 那架琴 据说是周朝的琴啊 也不是哪位给保留下来的一种古物 七仙琴 在那屋放着 娘娘往往 兴致一来 就倒在那琴室之中 旁边有丫鬟 公娥 才女 给分上香 娘娘在那里 就弹那琴 你听过娘娘弹琴吗 包长说我没听过 我怎么能会听着 那娘娘那琴弹得才好呢 我在旁边听过 有的时候 弹高山流水 有的时候 弹的那琴我也说不上什么名来 如愿如素 感动人的真情啊 哦 包公说是啊 那么咱们今天还往哪去 还往哪去 咱先坐这屋里边歇会儿 我走累了 哦 好 杨忠在旁边有一个龙墩 其实就是平常人做那种墩子 他给包长搬一个 他在那坐下 这种东西呀 就都是我们下人做的 那正做 那是娘娘和皇上做的 我们是从来都不敢去做的 做的就犯罪 哦 包公坐在这儿 这个时候包公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玉成宫周围的环境 这玉成宫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院子里边那一壶水 水不扬波 远处一看那一片梨树 开了雪白的梨花 听见这杨忠刚才 听见这杨忠刚才讲述了玉成宫闹鬼的这些事情 包公 感觉的人坐在这里这么一个极为寂静的环境中 略微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尤其是现在日以西下 玉成宫的宫墙上留下一抹西洋的残照 包公心想 今天晚上会有鬼魂出现吗 这杨忠坐在那儿 瞅着包公 包整啊 我跟你说 这李娘娘在这玉成宫里边住着 那可是少有的好人哪 我一直在伺候她 是啊 包整说李娘娘是不是对人十分宽厚 那是啊 我跟你说 包整啊 有一件事 我始终记着 瞧见没有 说这话 她往旁边 那个鼓腕架上一指 那个鼓腕架上 有那么一件东西 前面啊 是一匹马 后边拉着一挂车 这挂车 是风魔铜的 不知道它看着跟金的一样 前面那匹马呢 是一匹御马 这匹马 有一条腿 前蹄抬着 杨忠 用手一指 这匹马 包整啊 见过这东西吗 这个东西可是外国进贡来的 有消防 有机关 这马跟车 他会动 是吗 我还没听说过 嘿 最初我也不知道 有一回啊 这个马和这车呀 就放在这桌子上 我呢 给收拾这宫殿 娘娘呢 在那屋弹琴 皇上没在这 我那一看这个东西 是刚拿来的 皇上赏赐给娘娘的 我不知道这门会动啊 我瞅这个马 还有马鞍子 那马鞍子 你看多精致 像紫金的 我就用手指头碰了下这鞍子 嘿 我一碰这马鞍子 这马他走了 这个腿都是活的 啤酒啪枪 往前这一走 当时我就着急了 我喜欢你别走啊 要走掉地下 不就摔坏了吗 可是我不知道 那哪他才能停呢 我这一黄石 这马拉着车 掉地去了 这一掉地下 前腿摔断了 这当时把我 吓出一脑袋汗了呀 我当时就跪在这了 我不敢动了 这马腿一折 车一翻 他也不动它了 一会儿李娘娘回来了 李娘娘一看 说这怎么回事 我说这只鲍子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碰他 他就走了 一走掉地下了 这腿摔折了 这怎么办呢 李娘娘说 快点找一个能工巧匠 把这前腿给他粘上 在宫里边找了一位御匠 他用一种胶啊 把这前腿给粘上了 然后又摆在这儿了 结果当天皇上来了 皇上往这一坐 先看这玩意儿 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 皇上一看这马腿 说这腿怎么说了 这有个茬 当时 您看李娘娘怎么说的 包公说他怎么说 李娘娘说 是我不小心 我一碰这马呀 他自个儿走了 掉地下了 摔断了 陛下您要怪罪 就治罪于我吧 皇上一听 一笑了之 拉倒了 就这个事儿 我记一辈子 我说包长 这要是李娘娘 如此禀告皇上 我呀 脑袋搬家了 这罪就大了 所以打那儿 我就觉得 这李娘娘 世上少有的好人 是啊 他们两个在这 谈闹着 这天可就黑下来了 我也黑了 感觉那太监杨忠啊 高了性子 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 跟着包长接着还聊 聊什么 就聊他在玉城宫里的事情 包长就听 聊了半天 听见远处 桥楼上定更了 邦 唐 定更天 耕鼓一响 天黑下来了 这杨忠 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 这灯笼 上面有字 玉城宫 点着灯笼 这杨忠打这灯笼 又打李娘娘出来 我说包长啊 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 有意思没有 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 公公 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 我怎么会知道 宫里边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 我告诉你包长 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 我要跟你在这说呀 三天三夜也说不白 得 跟我走 包长说这天都黑了 咱还上那 我不跟你说了吗 看看娘娘那秦房 你看那古秦 那是无价之宝 大概你没见过 包长说是啊 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跟我来 咱上外头 包公站起身来了 这杨忠打着灯笼 咬打这起居店往外走 抬腿一迈这门坎 然后往下又走 走下去没有三栋台阶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算呀 还是这台阶有什么湿的东西 他打了滑了 他扑通一下子 这杨忠 趴地下了 杨忠这一趴地下 包公在后边一看 哎呦 公公 你小心 杨忠不言语了 他这一趴地下 那个灯笼 可就撒了手了 灯笼一撒手 包公 紧两步下来 把这灯笼就拿起来 他把灯笼一倒 那要是一歪 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 起了火了就麻烦了 他把灯笼扶正了 放到这地下了 公公 您怎么样 公公 您怎么样 包公到跟前 推这个杨忠 这杨忠在那 躺在地下 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紧闭双目 不言语 公公 您醒醒 包公用手 伸到他鼻子孔这儿 一摸 有呼吸 没死啊 这怎么的了 待了一会儿的功夫 这杨忠啊 他醒过来了 杨忠这一醒 包公倒退了两步 公公 您醒过来了 您感觉如何 这杨忠坐下来了 伸出这俩手来 包公感觉到很奇怪 为什么 杨忠这手啊 也是白白的胖胖的 可他是个太监 刚才两人谈落了半天 他的举止动作 这包公都有印象 可他这一伸手 这手指头 像一个兰花指 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 他用这手指头擦了擦眼睛 然后 瞧了瞧包公 他站起来了 站起身来 就往那个起居店里边走 他往起居店里边一走 这包公就觉得有点 挤娘沟发凉 包公心想 这怎么回事 这太监怎么摔倒了一起 这手指头像女人一样啊 包公赶忙把这灯楼 他也拿起来 转身又回到了起居店 把这个灯楼放到桌子上 包公在旁边那座子一坐 他瞅着这杨忠 这杨忠走进来 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 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 包公一看的走两步 到跟前飘飘下 摆倒一个万福 大人 我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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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